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若惊鸿 宛若游龙 宛容容貌娇美 谈吐温雅 端庄贤静 仪态万千 受过良好的中西方教育 宛容到底有多美呢 一起来看看不同时期的宛容 见证玄机 宛容是当年出名的美人 原本应该享受荣宠 幸福地过完一生 却从他踏入皇宫的那一刻起 便注定了七晚的终生 1931年 文秀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妃子和皇帝的离婚风波 正式和溥仪离婚 并公告天下 后来溥仪抛弃了宛容 独自去了长春 两个月后 宛容和溥仪的两个妹妹 其弟弟溥仪的陪同下 到长春和溥仪团聚 宛容当时的行动 都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 这一切都是导致宛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令人唏嘘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作格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